蚊蟲不論種類或數量 都是極為龐大的一群 在這繽紛多樣的生命舞台上 法爾文物盡天責的理論 說明了這些生物 為了爭取生存的機會 它們各顯神通 同類之間的格鬥 弱肉強食 是一幕幕永不止息的畫面 是一幕幕永不止息 究竟誰能傲視這個殘酷舞台 誰又能夠取得最終生存權 甲蟲在昆蟲世界裡是極為龐大的一群 堅硬的外骨骼是它們堅固的盔甲 各種甲蟲都有賴以為生的獨門武器 多樣化的形態和適應能力 讓它們得以在弱肉強食的自然界中生存下來 雲霧遼繞的迷霧森林中 厚實的苔藓仿佛為萬物蓋上一席溫暖的毛毯 有一群為了生存而奮戰的鐵甲戰士 台灣長臂金龜 就棲息在這靜密的環境中 一如它的名字 長臂金龜擁有一對修長不成比例 又佈滿疾刺的驚人前足 奮力揮舞著這雙武器 像是在宣告它可不是好欺負的角色 長臂金龜是台灣體型最大的金龜子 和一般的金龜子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超大的體型 還有熊蟲一對特長的前足 長度幾乎是身體的兩倍 齒寵的前足就和一般金龜子差不多 這雙巨大無比的前足 只有熊蟲才會擁有 不僅足尖具有銳利的勾爪 靜結上更是具有一根根尖銳突出 嚴長如毛的疾刺 龐大的體型 全身披覆著堅硬的外殼 邊緣布滿尖銳鋸齒的前胸背板 閃耀著綠色的金屬光芒 猶如穿著鎧甲的武士一般 擁有絕佳的防禦 熊蟲們激烈的鬥爭 不僅僅是捍衛自己的食物和地盤 更鞏固它和雌蟲交配的機會 體型較大的熊蟲 在這場爭鬥之中 漸漸佔了上風 戰敗的輸家 其它則是狼狽的倉皇逃逸 樹幹上緩緩滲出琥珀色的樹葉 是強壯的長背金龜 相當喜歡的食物 珍貴的食物資源 熊蟲只願意分享給雌蟲 一旦其他的熊蟲 企圖靠近分一杯羹 霸占食物的熊蟲 毫不客氣地揮舞特化的前足驅趕 就像是帶了兩把長疾的相撲力士 發狠鬥毆一般 直到鬥敗的一方落荒而逃 勝利的熊蟲 再次靠近雌蟲試圖交配 沒有太多求偶行為 就直接附上雌蟲背面 中足和後足牢牢抓住樹幹 而修長的前足 這時用來限制雌蟲的行動 由於成蟲的生命 只有短短數個月的時間 因此熊蟲必須把握每一次 可能將基因傳遞下去的當下 積極地使用腹部末端 試探雌蟲的意願 獸精後的雌蟲 體內孕育著許許多多的生命 這是長壁金龜族群未來的希望 它開始尋找最適合後代生長發育的地點 這個溫濕度適中 又充滿營養腐植質的樹洞 正是它理想的產卵地點 它奮力爬開土壤 鑽入安全的深處產下後代 長壁金龜幼蟲的食物是腐植質 本能會驅使家背後的雌蟲 尋找腐植質豐富的地方來產卵 特別是有一些大樹 在樹洞裡面 累積得很豐富的腐植質 這些就是長壁金龜理想的產卵地點 雌蟲一顆接一顆 細心地安置它的卵力 每次它在鬆軟的土堆產下一顆卵 它就會運用身體快速地震動 把卵力附近的土層夯實 這麼一來 卵力就會受到厚實的土壤層層的保護 長壁金龜不斷重複這個過程 直到產完卵以後 才會鑽出土層離開 留下一顆顆晶瑩剔透的卵力 在這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森林舞台 凶狠的鐵甲武士不會只有長壁金龜 深山敲行蟲擁有驕傲的大鱷 它可不願讓長壁金龜鑽美於錢 強壯的身形 傲人的武器 讓它在中海拔森林橫行無阻 它也是愛好樹葉的昆蟲之一 惡霸一般的熊蟲 不願意和其他昆蟲共享著美好的食物 即使對方是個鮮細的女士 擁有強壯頭角的獨角仙 可就沒這麼好說話了 它也想要一起共享這大自然的珍寶 霸道的深山敲行蟲 不願意與獨角仙分享 就算面對體型和自己相當的對手 深山敲行蟲仍然沒有退讓的打算 終於 這場爭鬥無可避免的還是爆發了 雙方都竭盡力量 想將對手驅離這個小戰場 這場戰爭看來是高砂深山敲行蟲 技高一場 領域性極強的深山敲行蟲 更是無法容忍另一隻同類的存在 一發現有其他同類接近 周遭馬上就充滿廝殺的氣息 同類間 無情的鬥爭 不僅是為了爭奪寶貴的天然資源 更是為了有更大的機會和雌蟲交尾 完成傳宗接代的使命 兩隻敲行蟲仿佛是在跳華爾茲 事實上卻是一場角力對決 直到有一方失足而被高高舉起 勝利者就此誕生 落敗的一方只能黯然離場 然而昆蟲世界裡沒有永遠的贏家 深山敲行蟲 這次要和擁有強壯錢族的長壁金龜 爭奪這資源豐富的領地 長壁金龜小心地面對 來勢洶洶的敲行蟲 嚴密地監控敲行蟲的動靜 感到威脅的敲行蟲 也高高舉起駭人的武器 企圖讓長壁金龜知難而退 雙方激鬥了幾回合後 長壁金龜終於完全佔得上風 雙方激鬥了幾回合後 深山敲行蟲 只得離去尋找其他棲地 沿下炙熱的低海拔雜木林 高溫更顯得這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森林 充滿焦躁的氛圍 這裡棲襲了另一群 驍勇善戰的鬥士 鬼燕敲行蟲 巨大的身形 空無有力的大鱷 閃耀著金屬光芒的赤鞘 稱之為鬼燕實至名歸 鬼燕敲行蟲 熊蟲的大鱷形態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短齒形 平均體型最小 大鱷密合度最高 第二種是中齒形 體型粗壯 大鱷最有力量 蕉形蟲的大鱷 已經不具有咀嚼的功能 而變成它們爭鬥的工具 第三種是長齒形 體型和中齒形相似 且大鱷最長 熊蟲不同的大鱷形態 是在它們化遠的時候 就已經成形了 樹幹上鼓鼓流出芬芳鐵美的樹葉 鬼燕敲行蟲 專注地應用多毛的口氣 吸食著珍貴的食物 霸道的熊蟲 不會輕易和別的昆蟲 分享著寶貴的食物資源 只有配對的雌蟲 才有機會在這位鐵甲武士身旁 分得一點好處 鬼燕敲行蟲和其他大多數昆蟲一樣 在交配時會使用性費洛蒙 作為溝通的媒介 雌蟲身上散發出來的性費洛蒙 對熊蟲可是一種難以抵擋的誘惑 熊蟲的觸角上 有很多接受訊息的受氣 只要接收到雌蟲性費洛蒙的訊息 就會驅使它動身 前往雌蟲所在的地方 熊蟲遇到雌蟲的時候 會耐心用觸角 前前後後拍打試探 打量眼前的雌蟲體型大小 如果覺得雌蟲的大小適合 就會趴在雌蟲身上 保護著雌蟲 這種特別的行為 我們稱它為護磁 使熊蟲先佔有交配機會 一旦出現其他熊蟲前來挑戰 這位護花使者 立刻奮不顧身急忙向前 運用修長有力的大鱷 擊退任何有可能奪走 它交配機會的對手 不管是其他長齒型 還是中齒型的熊蟲 都被它奮力一一擊退 溫柔守護的熊蟲 一邊小心介護 周圍有沒有其他熊蟲靠近 一面用觸角輕輕地拍打雌蟲 一直到確認安全 才會開始和雌蟲交配 成功交尾的熊蟲 可不會就這樣丟下雌蟲離開 它會繼續保護著雌蟲 輕輕用觸角拍打 讓自己的基因有更大的機會 可以延續下去 樹幹下方出現了另一隻雌蟲 溫柔的長牙型熊蟲 對雌蟲並沒有專一性 一感覺到有其他的雌蟲 馬上就會轉移目標 企圖得到更多的交配機會 它攀附上新對象的背部 觸角快速地拍打 前前後後反覆打量著這隻雌蟲 可能這隻雌蟲的體型太小 認真測量過後的雄蟲面對後 一段時間決定放棄 乖乖地回到先前碰到的雌蟲身旁 繼續守護照料 雌蟲才不管雄蟲 要和多少雌蟲交配 專心地吸食樹葉 得到足夠的營養 才有更多機會可以成功孕育下一代 平原上這片平靜的皮塘 何許的風吹拂著停水植物 水波涟漪下 卻藏著水漆動物生死相爭的殺戮戰場 這裡棲襲了一種幾乎已經在台灣水域 掘跡的水生昆蟲霸主 它就是大田鳖 大田鳖硕硕大的體型不容小覷 成蟲尺寸將近成人的手掌大小 它擁有半赤木昆蟲共有的刺吸式口氣 前族是強壯特化 有如蟹前般的捕捉族 中後族則特化成扁平蔣狀的游泳族 腹部末端的呼吸管讓大田鳖可以長時間待在水面下 而不用上岸呼吸 這些特殊的身體構造配合它硕大的體型 在水中世界幾乎是無昆蟲能出其右 雖然具備各種水中頂級殺手的裝備 但它不會浪費力氣主動追捕獵物 暗河色的大田鳖會靜靜潛伏在水中的枯枝落葉裡 完美地融合在環境裡 各種動物都難以發現它的存在 它以巨大的敷衍觀察身邊的動靜 只要一有獵物送上門來 馬上就用強壯有力的前族 將獵物緊緊情報 專心地調整角度 運用尖銳的刺吸式口氣 選定柔軟的部位 給小鳖最致命的一針 將消化液注入麻痺分解獵物體內組織 禁食的過程中 它會不斷改變口氣刺吸的位置 目的是在獵物的不同部位注入消化液 有效率地分解吸收肉糜 從唾液線輸出具有麻痺獵物 及消化功能的消化液 經過一段時間後 消化液將獵物體內的組織 初步消化分解 當水中的霸主 暫時脫離殺戮戰場 準備繁衍後代時 大田蝶熊蟲 會卸下平時的速殺之氣 耐心地發出求偶訊號 並且試探聞訓前來的雌蟲 是否有交配的意願 當熊蟲開始求偶時 會用忠厚組固定在水際植物上 穩穩地站好以後 先在水面上快速地震動身體 製造水波 此時有交配液的雌蟲 接收到熊蟲求偶的信號以後 會慢慢地靠近 雙方稍微地接觸以後 熊蟲就會爬到雌蟲的背上 用粗狀的組抱住雌蟲 開始交配 交配後的雌蟲 在準備殘暖的時候 會爬到停水的植物 或突出水面的物體 分泌出泡沫狀的黏液 然後將卵一顆一顆的黏附在上面 卵力整齊地排列 形成一個卵塊 在殘暖的過程中 熊蟲在水中靜靜地守候 而雌蟲在殘暖後 就離開了再也不回頭 此後所有照顧卵的工作 就全部由熊蟲來負責 熊蟲會趴在這個卵塊上 為卵塊遮陽 而且會隨著陽光的角度 而移動身體 使得卵塊維持一定的濕度 直到卵孵化為止 為了避免卵塊 曝曬在陽光下造成死亡 熊蟲必須定期下水浸泡身體 再回來沾濕卵塊 維持它的濕潤 熊蟲無微不至地照顧 後代才有機會順利孵化 經過半個月的照料 若蟲在卵中已順利發育成熟 從卵殼外就可以清楚看見 一對大大的覆眼 水中霸主孵化的重要時刻 就要到來 終於 第一隻若蟲奮力地頂開卵蓋 探出頭來 迎接這未知的世界 其他的卵栗也像是收到通知一般 接二連三地陸續孵化 像是掙脫束縛的若蟲 吸入空氣 舒展蜷縮在狹窄卵殼內的六足與身體 相較於一旁的卵殼 若蟲孵化後的體型 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他們帶著與生俱來的獵殺武器 與本領落下水面 剛孵化的若蟲 擁有晶莹剔透的體壁 可以清楚看見氣管的運作 直到外骨骼硬化顯露出體色 他們就會繼承血脈相傳的殺手本色 成為水中霸主 另一種水中殺手是翹翅目的水下甲蟲 龍獅 強壯又布滿鋼毛的後族 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槳壯游泳族 讓他們可以快速地在水中穿梭 粗短的前族和中族 像是長在他們身上的捕獸甲一般 只要被他絕獲 就再也沒有僥倖逃脫的機會 龍獅雖然在水裡生活 卻無法直接在水中呼吸 但他們具有獨特的構造 讓他們就像是隨身配備氧氣瓶的潜水膚 只要在水中排出沒用的廢氣 偶爾上浮換氣 就可以在水面下活動很長一段時間 龍獅浮出水面換氣後 會將氣泡儲存在赤鞘與腹部之間 在水中 氣孔就直接吸收裡面的氧氣 並排出二氧化碳 氣泡內消耗的氧氣 可藉著擴散作用 直接由水中補充 並且排出二氧化碳 這樣的呼吸方式稱為物理塞 一旦氣泡縮小 導致缺氧或是活動量增加 它就會再次浮出水面 露出腹部末端換氣 攜帶新的空氣泡 龍獅擁有敏捷的身手 有如水中蛟龍 在水中四處尋找虛弱的獵物 不慎裸露出柔嫩富足的鑼 正是它絕佳的獵物 它激腸露露地撕裂鑼肉 盡情地吞食 鮮肉的氣味吸引更多同類前來爭食 為這隻鑼的生命劃下句點 由於龍獅偏好獵食身體纏弱 奄奄一襲的獵物 所以被稱作水中青稻夫 這隻虛弱的大肚魚 即將在殘酷的自然舞台上泄目 龍獅銳利的口氣 毫不留情地切割下大肚魚身上的每一塊肉 飄逸四散的氣味 更吸引其他同伴一起來分食 轉眼間 原本一襲上存的大肚魚 就剩下一副單薄的白骨飄落 水中青稻夫之名 當之無愧 捶死的蓋般鬥魚 全身上下散發出魚腥味 龍獅雷達般的觸角 接收到死亡的訊息 紛紛像突鷹般地 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 首先趕到的先鋒 毫不客氣地情報住冰死的鬥魚 以銳利的口氣肯視它的身軀 濃烈的血腥味在水中散播開來 吸引更多的同類到來 誓血的龍獅們 渾然忘我的卡位真實 劇烈的動作讓牠們必須不時 上上下下地來回換氣 模樣就像是歡心鼓舞的 在進行一場瘋狂的血腥派對 不出幾分鐘 鬥魚的雙眼已經失去生命的光芒 身體不再抖動 無力的嘴也漸漸停止開河 鬥魚生命的能量 現在都轉化到龍獅的體內 這就是平靜水塘下 弱肉強食的真實面貌 寶餐後的龍獅 還有另一項繁衍後代的 神聖使命要完成 沒有多餘的求偶動作 熊蟲遇到雌蟲 馬上運用特化的前足 攀附到牠的背面 牢牢的固定住準備交配 龍獅的熊蟲只要一發現雌蟲 就會開始追趕 然後攀附在雌蟲的背上 開始交配 因為龍獅的交配過種 熊蟲是在水裡面進行 所以很容易滑開 熊蟲的前足就特化成 像吸盤一樣的構造 稱它為把握足 在交配的時候 用來吸附在雌蟲的背上 避免它滑脫 熊蟲的把握足 是由前足腹節的第一節 到第三節所特化形成 上面有許多細小的鋼毛 孔洞與吸盤一樣的構造 可以緊緊地吸附在雌蟲 光滑的背部 確保交配過程 或遭遇其他熊蟲爭奪時 不會滑落下來 交配過後的雌蟲 喜歡在一些水雄植物的 金部產卵 例如水域的精 它會先在精上咬出一個傷口 然後轉身 運用它的產卵管 伸到水域精裡 產下它的卵力 保護卵力安全的孵化 變成一隻一隻的龍獅幼蟲 龍獅不僅成蟲在水中來去自如 龍獅幼蟲也是水中昆蟲世界的狠角色 不成比例的銳利大鱷 是幼蟲倚靠的武器 經過一個月的發育生長 就必須離水化泳 安全的泳士對幼蟲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耐心建築堅固的堡壘 才能讓它度過這段脆弱的時期 順利羽化為成蟲 回到水中昆蟲世界 繼續殺戮的生命旅程 有別於潛藏在水下的昆蟲殺手 在溪流邊的沙地 森林間的林道以及開闊地 有一群來去如風 無影無蹤的第七昆蟲 他們是台灣最大型的虎甲蟲 八星虎甲蟲 他的全身擁有金屬綠光澤的赤鞘 上面布有八枚對稱的白色斑紋 像是鑲了八顆星在身上一般 他們擁有修長的快腿 善於在泥地或沙地上擠走奔馳 赤鞘上那有如迷彩塗裝的花紋 在地面擠走時 可以破壞字體的輪廓 讓敵人在環境中 無法準確地攻擊他們 全身外骨骼上的金屬光澤 隨著光線角度的變化 讓他們有如奔馳在野地的超級跑車 即便遭遇速度更快 窮追不捨的掠食者 虎甲蟲還能夠瞬間展翅飛行 輕鬆甩開敵人 簡直如虎添翼 虎甲蟲除了突出的運動能力之外 仔細觀察他們的頭部 會發現他們有一對像是球形雷達的 巨大敷衍 提供他們遼闊的視野 以及口氣那鐮刀狀尖銳的大鱷 更是他們的破壞性武器 這個極具威脅性的凶惡長相 讓他們贏得甲蟲之虎的稱號 一般甲蟲走路的時候 腹部大多平貼在地面上 但是虎甲蟲的六隻腳關節非常的特殊 可以將身體離地挺起 所以各族之間就有較大的運動空間 有利於他們快速地在上面奔馳 八星虎甲蟲 喜歡在陽光充足的開闊地活動覓食 隨時利用各族清理身體 脫去塵埃累贅 為一觸擊發的狩獵行動做好準備 一旦四周地表上出現移動的物體 他會馬上以雷達般的大眼 判斷是否為獵物 確認後立即鎖定目標 全力衝刺 以強而有力的巨惡緊緊咬住對方 即使是敏捷的營淚 也難逃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 他那既彎且利的大鱷 能夠俐落地將獵物的幾釘椎外骨骼 切割開來 有如劃破豆腐般的輕鬆 八星虎甲蟲在地面上奔跑的速度 非常的快 可以說是陸地上跑得最快的生物之一 每秒鐘可以移動體長的171倍 如果換算成人類的身高 時速可以達到1100公里 這是台灣高鐵極速的3到4倍 八星虎甲蟲的腹眼相當巨大發達 加上雙眼的位置具有立體視覺 可彌補模糊影像 有利於牠們鎖定獵物發動攻擊 即使是行動敏捷的螞蟻 也是牠的獵物菜單之一 只要一發現獵物 牠就有如惡虎撲羊 迅速運用銳利如彎刀一般的大鱷 一口咬住 歷刃加身之下的獵物 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 一命誤呼 除了狩獵之外 八星虎甲蟲的熊蟲 也得在環境中努力搜尋雌蟲的蹤影 把握得來不易的交配機會 向來具有殺戮性格的狐甲蟲 喬偶時也不見熊蟲 有絲毫的身世與溫柔 一如發現獵物 當熊蟲發現雌蟲時 便會迅速奔向雌蟲 隨之跳到牠的背上 利用發達的大鱷 鉗住雌蟲的胸部 企圖控制牠的行動 強制並進行交尾 即使雌蟲左右擺動 仍無法掙脫 可見大鱷 不僅是牠們的祕食武器 更是牠們傳宗接代的重要工具 在狐甲蟲活動的環境中仔細觀察 可以在地面上或是山壁上 發現許多工整的圓形小洞 洞口的陰影中 暗藏著一個黑色的蓋子 這個蓋子就是狐甲蟲 幼蟲扁平的頭頂 以及正緊盯著洞外動靜的兩對側單眼 牠平時就是以這樣的姿勢 守在自己的洞口 保護自己柔軟的白色腹部 防止敵人入侵 虎甲蟲幼蟲從小就生長在地穴中 自從母親江卵產在土中之後 牠們便得自力更生 這地底下的小世界 全是靠它一己之力所挖掘而成 虎甲蟲的幼蟲形態極為特殊 硕大平整的頭部 可以有效抵禦外敵入侵洞穴 一對彎曲如刀的大鱷 則有利於迅速捕捉獵物 牠的頭部兩側各有一對大型側單眼 有助於牠偵測光影變化 判斷是否有外敵來襲 胸前靈活細長的部族 以中族最為特殊 可以轉向身體背方 讓牠可以在洞穴中上下自如 第五腹節背側隆起的肉瘤 頂端長有一對硬疾 獵食與獄敵食 可以頂住洞穴內壁 這些特殊構造 都是洞穴生活適應而來的 在幼齊階段 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 牠躲在洞穴中 耐心埋伏路過的粗心獵物 利用兩對側單眼 偵測外界光影變化 布滿全身上下的鋼毛 與感覺毛 隨時偵測洞穴附近的動靜 背部的應急是牠在洞穴中 作為濕利點頂住土壤的構造 避免因獵物掙扎或敵人攻擊 而被拉出洞外 同時也方便將獵物拖入洞內取食 禁食完畢後 獵物屍體便會被拋出洞口 以維持洞穴的整結 幼蟲進食時會大小惡病用 一邊固定住獵物 一邊擠壓獵物的身體 將擠出來的肉糜與體液 透過口氣吃到肚子裡 地表上下可說都是八星虎甲蟲 佔盡優勢的殺戮戰場 夜幕低垂 在森林底層的落葉堆中 有一個鬼祟的身影快速穿梭 它是黑夜中的急速刺客 泡布甲 體型流線呈葫蘆狀 速度飛快的泡布甲 快速的跑動就是它的看家本領 躲過各種竊途攻擊它的天敵 尋找它可以攻擊的獵物 全靠這獨步武林的腳下功夫 泡布甲屬於翹翅木步行蟲科 它有發達的豬 喜歡生活在低海拔的森林底層 因為泡布甲 越來越不需要依賴飛行的能力 夜行性的泡布甲 是森林中十足的機會主義者 雖然肉食性的牠們 平常以捕食其他昆蟲或小動物為生 但是一旦遇見地面上現成的新鮮昆蟲屍體 更是不會輕易放過這飽餐一頓的機會 這些看似平凡的步行甲蟲 雖然論速度還比不上八星虎甲蟲 但牠們還擁有昆蟲界數一數二的 防禦性重裝武器 牠們的腹部末端像是一門炮管 可以靈活調度角度 發射防禦物質 攻擊進犯的敵人 泡布甲這個名稱的由來 是因為它的防禦機制 當泡布甲受到刺激的時候 會從腹部末端噴出高溫的液體 而且還會有砰的聲音 泡布甲遭遇危險時便會收縮肌肉 混合分別儲存於兩個線體中的 對本二分和過氧化氫 將這兩種物質在體內與催化煤混合 產生劇烈的放熱反應 造成部分液體瞬間氣化噴出體外 甚至產生爆炸聲 這些噴射出來具有腐蝕性的高溫液體 對天敵的皮膚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相較於八星虎甲蟲的大鱷與快腿 泡布甲的配備堪稱是昆蟲地面部隊的重裝化學兵 螳螂是昆蟲界中鼎鼎大名的殺手 雖然螳螂皆為肉食性 但是不同種類的螳螂 由於棲息環境的不同 各自演化出各種不同的生存策略 台灣目前已經命名的螳螂大約有二十三種 估計佔全球種類的百分之一 不同種類的螳螂 不論在體型大小 顏色或行為上都各有不同 杜鵑丛中直伏了一隻冷血的刺客 小心地躲藏著 它是低調的昆蟲殺手 雞螳螂 和一般的螳螂不同 雞螳螂有謹慎的個性 只要有一點點風吹草動 馬上就會伏低身體 硕大的腹眼 細細地觀察周遭有任何狀況 就算是清理它的足或處虛 也顯得小心翼翼 生怕洩漏自己的行蹤 雞螳螂的身體 棕綠斑駁的顏色 巧妙地掩蓋它鋒利的鐮刀狀前足 卻隱藏不了它明亮的目光 它總是低姿態地壓低身體 停漆在枝葉之間 好像知道自然界中驕傲自大 不會比謙卑來得更有優勢 黑吉儀忙碌地穿梭在它 每天來來去去的路徑 絲毫沒有發現隱藏在灌木叢裡面的雞螳螂 更不會知道自己正朝向死亡步步逼近 雞螳螂利用自己身體顏色的庇護 輕易地讓沒有戒心的黑吉儀 進入它的攻擊範圍 黑吉儀也不是好欺負的角色 它有強壯的大鱷 身上還有堅硬的急刺 對捕食者來說 是個難以下咽的食物 就算雞螳螂已經把黑吉儀的整個腹部吃掉 但是因為昆蟲的頭 胸 腹部都具有神經節 失去腹部的黑吉儀仍然苟延殘喘 一有機會就頑強抵抗 雖然黑吉儀終於掙脫雞螳螂的魔爪 但是失去腹部的牠 已經在自然界的生存遊戲中敗下陣來了 小心使得萬年船 雞螳螂謹慎地隱藏自己 讓牠平安地成長 蛻變成為成蟲 長出健全的翅膀 繼續善用牠的保護色 成為更上一籌的貫蟲無聲殺手 有別於大型螳螂 體型小 生活在樹梢的綠大齒堂 分布在低海拔和中海拔山區 成蟲全身成綠色 常常躲在樹棺的花叢間 等待仿花的其他昆蟲 綠大齒堂螂又稱為台灣花堂螂 它的體長大約二到三公分 如果和台灣常見的大型螳螂 例如寬度螳螂相比較 整整小了有三倍 這些差異使他們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 長久研發下來的結果 由於體型和武力上的弱勢 綠大齒堂的生存策略 與大型種類不同 綠大齒堂是螳螂家族中 同時具備偽裝與擬態能力的種類 不同於成蟲 偽裝成植物的一部分 綠大齒堂的弱蟲 則是將自己擬態成其他生物混淆視聽 以躲避天敵的攻擊 綠大齒堂的初齡弱蟲階段 體色大多是全身黑色 只有前足為橘紅色 平時縮在胸前 形態由背面乍看之下 像是螞蟻一般 一般而言螞蟻是獵食者不喜歡的對象 因為螞蟻們具有遮掙與堅強的大惡 還有特殊的氣味 牠們通常又都集結成群 若招惹了其中一隻螞蟻 就會面對大批螞蟻的攻擊 所以只有少數捕食者喜歡以螞蟻為食 綠大齒堂囊若蟲就是擬態螞蟻 因為體型大小與顏色非常相似 會讓許多獵食者誤認為是螞蟻 而失去捕食的興趣 綠大齒堂若蟲不像其他螞蟻若蟲 會為了縮小體積而將腹部反折 綠大齒堂黑色的腹部 雖然在綠葉上沒有隱蔽的效果 但攤平後恰好像是螞蟻的腹部 使獵食者對它興趣缺缺 可以讓牠們得到更多的保護 在成長的過程中 同類之間的鬥爭 是牠們生存必須的過程 狹路相同時 體型較大的螞蟲 通常比較具有優勢 牠們會張開前足 讓自己的體型變大 威嚇對方 直到對方落荒而逃 對於小型的昆蟲而言 一朵花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殘酷戰場 對綠大齒堂而言也不例外 牠們的成長過程中 一場場激烈的戰役 正一次又一次地考驗著牠們 四處尋找獵物的綠大齒堂弱蟲 來到咸豐草叢中 卻沒有發現一隻三角蟹豬 早已隱身在花的背面 狹路相逢的兩個殺手 註定有一方要成為獵物 即便是殺手級的昆蟲 一個不小心 自己的獵場也有可能成為葬身之地 只有能夠謹慎保命的綠大齒堂 才有機會蜕變成為具有生殖能力的成蟲 隨著靈旗增長 體型與能力也日益強大 無法再擬太螞蟻了 成蟲的體色轉變為綠色 也改變了生存策略 從此依靠保護色隱身棲息在樹棺層中 在葉片上活動的熊蟲 遇見一隻誘人的雌蟲 它謹慎地靠近雌蟲 並且保持一定的距離 緩緩地擺動著前足 彷彿人們在跳舞打旗羽一般 試圖向雌蟲求偶 試探後 若是雌蟲沒有做出威嚇或逃跑的強烈反應 熊蟲會立刻跳上雌蟲的背部 並且在它的背上輕輕敲打 這個動作是熊蟲的進階求偶行為 接著這對綠大尺堂便開始交尾 過程中熊蟲仍會不時地拍打雌蟲 螳螂生存器的構造並非兩側對稱 使得螳螂的交配姿勢很奇特 熊蟲的羊具有一個勾狀的構造 在交配的時候 必須勾住雌蟲的生殖器攀片 才可以固定羊具 所以熊螳螂的腹部要從右向左彎曲 用這種奇特的姿勢以角度 才能與雌蟲交配 交尾結束後 熊蟲迅速地從雌蟲背上跳下 安全地離開 留下雌蟲獨自承擔傳宗接待的使命 他們的後代展現優異的捕食技巧 一瞬間 三角蟹豬已在銳利的鐮刀下成為大尺塘口中的食物 獵人或是獵物 獅與被吃 看似簡單的道理 在這個生死擂台上 卻似乎沒有絕對的定律 體長可達9公分的大螳螂 是台灣體型最大的螳螂 草綠色的身體與前翅合色的邊緣 讓大螳螂能夠有效地隱身在中低海拔的灌木叢裡 他是這群暗殺天才中的霸主 巨大的體型 虹無有力的鐮刀狀前足 只要他鎖定的目標 鮮少能夠逃脫 即使是凶猛的脊腳中 只要一個不小心 就會變成大螳螂的大餐 這隻大螳螂餓很久了 就連翅膀和腿都吃得一乾二淨 吃完後 仔細清理他賴以為生的工具 等待下一餐的到來 森林中 棲息了一種神出鬼沒 來去無蹤的獵食者 白梅花蛇 無聲無息的獵食 其他棲息在森林底層的昆蟲和蜥蜴 白梅花蛇蜿蜒爬行的影像 牽扯著大螳螂的每一條神經 折疊於胸前的那一對前組 彈射般的向前鋪急 這雙死神的鐮刀迅速地縮回胸前 開始大口大口啃食這美味的大餐 毫不在乎白梅花蛇的掙扎 白梅花蛇使勁地纏繞翻轉 拼命地扭動掙扎 竭盡所能 只求得以擺脫死神的雙刃 終於纏繞的本領奏效 迫使大螳螂鬆開了前景的前足 白梅花蛇帶著被啃咬的傷口 與一身的血痕逃之夭夭 能從大螳螂的攻擊下重獲自由 著實不易 但逃脫的白梅花已經身負重傷 面對這弱肉強食的大自然 恐怕是必死無疑了 昆蟲界中 不論格鬥亦或是獵殺 都是這些物種經過長久的競爭與選態 所引化下來最合適的生存哲學 唯有能夠通過層層殘酷關卡 取得最終生存權 並且持續繁衍後代 生生不息的物種 才是真正稱霸昆蟲擂臺的王者 天啊 天啊 大陸 原來 大陸 天啊 是 天啊 大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